又发现这个包了 你看看有包有被子 还有帐篷啊 但是不见人 这都是游客啊 你看看 还有我的车 然后这边是修 修东西的修电力的 他们不会带这些东西 太奇怪了 真的是很奇怪 车停在这里了 看看这个雪山 特别特别冷啊 本来有太阳的地方就不冷 但是天然的大空调 那个风从雪上面吹下来 特别特别冷 看看下面 这里啊 海拔4500左右 现在是1点钟左右吧 都是冰啊 像在之前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啊 就没有冰了 都该画都画了 都是冰 这水里还有很多鱼啊 这么冷的天 太冰了 这个植被是挺红的 就是全是刺 就看着远方的雪山 吃个饭吧 这里环境不错啊 就是太冷了 今天中午 炒这个凉粉了 好久没吃凉粉了 炒个凉粉吃 好久没有吃炒凉粉了 这牛肉还没吃完啊 看这个油 这油也不要了 再把这几块牛肉切成丁啊 一起炒凉粉 这是我的配菜 小葱还有香菜 炒这个凉粉啊 一定要有这个啊 要不然没有这个的话 就一点都不好吃 都准备好了肉菜 还有凉粉啊 一起炒了 放点火锅料 差不多了啊 下入这个凉粉 来点13香 最后倒入这个精华 全部下去 好了可以出锅了 香得很 外面太冷了 坐在车里吃 看着前面的雪山 这个凉粉啊趁热吃 我吃饭了 就喜欢在这个美景下面吃 这样出来也是 睡觉 露宿 就喜欢在美景下面露宿 不喜欢去那个县城 或者说城市里边 或者说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 吃完饭了啊 这个雪山太美了 雪太多了 再看看下面的河流 冰啊慢慢融化了啊 但是还有些没有画 这里的基本都画了 这里太美太美了 走继续出发 去燃屋湖 燃屋湖也是美景啊 看看这个房间啊 这挺亮烫的嘛 就是进来一股烟味 看看这边 可以看到雪山 出来一个多月了啊 第一次住店 本来是不住的 湖北朋友他要住 湖北朋友真的是累了啊 还是你那车太小了 知道吧 主要是每天这样在外面就感觉没有加倍感觉 没有就是躺在房间里面感觉 我还是小的 你要是换个我那个车你就有感觉了 嗯 我现在感觉不是在外面 那样就是奔波着 嗯 我现在 可以啊 你看看 我发出来笑了 他真的累了啊 你看晒着太阳 被子一盖 这房间多少钱 今天好好洗了个澡 弄完了没 麻烦还有几秒钟 要下去做饭了吧 必须要了 肚子饿了 湖北朋友饭做好了 还是米饭吧 好吃的很 萝卜开水 对上对火的城 炖白菜 可以可以 吃吧 吃吧 吃完好好休息啊 谢谢 我先来换个位置啊 因为这四面都是房子 什么都看不到 前面都是大雪山 湖北的朋友的车 在那里停着啊 他有点不舒服 所以说他要住两天店 调整一下 往前几米就是雪山啊 还是看着雪山好 车啊就停在这里了 前面是雪山 这里是雪山 后面也是雪山啊 全部是雪山 这里应该是个废弃的公园啊 看着还挺好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里安安静静的 就在这里吧 继续吃我这个凉粉啊 那湖北朋友啊 就在前面的房子里 可能一二百米吧 他说一起住 我不想住店里啊 店里的话没啥意思 住在外面一样的 这里风景还好 还有个馒头 馒头旧羊粉 这羊粉中午吃的挺饱了 一会就饿了 四面环雪山啊 特别特别冷啊 这个天 要把裤子传染了 现在是七点一刻 星星出来了啊 这有几盏灯啊 这灯不亮啊 还没我车里的灯亮 然后这门口的 这盏灯不亮啊 旁边的亮 马上天黑了 燃雾湖啊 这里是啊 晚上十一点啊 上车睡觉 说实话 这个天亮星星挺多的啊 但是这里路灯太多了 有路灯的话 是拍不出来的啊 真的拍不出来 饭好了 面条 面条还可以啊 面条吃不吃啊 吃不吃面条 你吃吧 我吃啊 来 谢谢叔叔 不谢 咱这吧 不用不用 别客气 你们上几年起了 就在这燃雾湖上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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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家乡在哪里 在河南 你们知不知道河南 不知道 我们走过巴塑 我就是从巴塑过来的 像这里不是都盖成那个大房子了 你们家盖了没有 没多少 那有没有开这个客栈啊 宾馆 我们以前开的 现在怎么不开了 就 事情太忙了 事情太忙了 他们在忙什么事情帮忙 就 赚钱 赚钱 他们是上班赚钱还是怎么赚钱 上班 一月多少钱 一月 一月不知道吧 一年有三千块 一年三千块钱 没有吧 一月三千块钱吧 不清楚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只有一哥哥 就两个孩子 那哥哥上高中了 不是 是初中 九年纪 在巴塑上 巴塑 离这里一百公里 他每个星期回家吗 每个星期不回家 两个星期走了 就一个星期回来 明白明白 你们两个都四年纪了 一个班的 他一班 我二班 那一共有几个班 两个班 你班里多少个人 我班里有三九 他班里有四十一 差不多 你们老师对你们好不好 好 特别好 男的女的 年纪大不大 年轻人 不老 不老 那你们语文老师 是藏族还是汉族 藏族 有没有汉族老师 有 有一个 教什么的 杨老师 杨老师 他是四川的 他是教什么课的 我们科学 科学课 他的专业就是化学 化学 他教我们科学 科学 你们好好学习 喜不喜欢学习 喜欢 有时的时候喜欢 有时的不喜欢 就快点放假 想快点放假 那你们语文课 背不背那些 古诗啊 什么的 背不背 对 你现在在学什么古诗啊 已经学了 古诗三首 古诗三首 路在 路茶 那每天回家 要不要背啊 是每天背一首吗 还是说 我们在学校背的家里 都不背 家里就不背了 每天玩 每天玩 吃完了 那玩完了 就睡觉了 每天又早起 可以 那你们还是比较轻松的 你看我们家那个孩子 一年级了 每天一首新古诗 每天都要回家背 累得很 我们在学校背 你有孩子 对 你还这么 少一年级了 你们家每天都吃肉吗 每天不吃 每天不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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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吃肉 有时候吃生菜 那你们吃肉的话是怎么吃啊 怎么吃肉 煮着吃还是炒着吃啊 有时候煮 有时候不煮 你喜欢吃煮的还是炒的 我喜欢不煮的 不煮的 我这就是煮的 好不好吃啊 好吃啊 吃吧 多吃点肉 多吃点肉 长高个子 那个 牛肉肥的 你们都不叫肥的 牛肉肥 那平时的话 我要说肥的话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猪肉你们经常吃吗 猪肉那个肥的就更多啊 你们觉得藏文简单 还是这个汉化简单 脏话 脏话简单 我们会就是藏 就藏话 就忘不掉了 但是 会忘掉 但是那个文字的话 你觉得这个汉字简单 还是 哪个简单一些 汉化简单一些 脏话难写 脏话就 横着写 横着写 想想我多么远 你怎么翻译的 你说说 我们翻译的时候 是我们班的翻译 不是 那你不是说 要形容家人吗 那你把你自己 形容成什么 不是 形容成什么动物 你不是写过这个作文吗 我写过是班级的 班级的 那老师是什么动物 我没写老师 只写同学 同学 那你的同学是什么动物 我的有一个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 他的调皮像一只猴子 那你 你写你自己了没 没有 没有 那你觉得你像什么动物 不知道 你想当什么动物 兔子 兔子 猫 猫 我就是属兔子的呀 你们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 属什么的 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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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你有没有属下 属下 我不知道 有 有 不是 十二生肖吗 你们知不知道 十二生肖 没听过 不是 他不是晚上跑来跑去的 在家里 老鼠吗 有没有 有 家里也有 有 那你们抓不抓老鼠 抓 抓 抓 你们家也有老鼠 晚上就跑来跑去的 对 吵得你睡不着 不睡着 这里海拔这么高 还有老鼠 那你家里老鼠你见过没有 见过 大不大 就比 这样大 这样大 多长 他的尾巴太长了 就身高 比 我 我头到这里 就尾巴特别长 嗯 害怕害怕 害怕 你害不害怕 害怕 我就大声喊 就大声喊 应该戴个帽子 帽子的话 会白一些 你们觉得白了好看 还是黑了好看 白 那你不戴帽子 你会白 不会 太阳越晒 人越黑 对不对 就在我在屋底上 站了一小时 就 晒 太阳晒我 就是 变成黑了 对 所以说你们要 一直戴着 长大才能变白 知不知道 这里海拔 三千八 蚊子应该没有 蚊子就是 咬人的 你们知道不 就是 养到这里 我就长 对 长了个包 养得很 就想挠 有没有蚊子 有 你们学校的饭菜 你说什么 多 蚊子 苍蝇 蚊子是小小的 是不是 对 特别小 就是 蚊子 多得很 我的帮菜没有 有些同学都有 有些同学都有 看见就不想吃了 还有 店没有的时候 他们就煮一些 就像 稀饭 不是 比稀饭还难吃呢 那什么东西 是我们不想吃的东西 就倒在 倒在什么 就那个垃圾桶里 不是垃圾桶 有一个 专门成剩饭的东西 就煮店 跟它一样的东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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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拜拜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穷油的四水年华